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Lan 频道 今日和大家分享粤剧名林陈兆峰的戏剧人生 陈兆峰生于1926年,却于2021年11月29日 他是广东的东莞人 他自创一个丰康,被称为天王小生 他爸爸是粤剧的编剧家和电影导演陈天总 说到陈兆峰的生平,他出生自粤剧的世家 爸爸是粤剧的编剧家和电影编导演陈天总 曾经编写过一些马斯增的戏剧 例如《财王子》、《冷面王夫》等等这些剧本 都是陈兆峰的爸爸的出品来的 当初陈兆峰就在东莞家乡出生 后来就来香港读中学 在1941年香港轮后 陈兆峰后,陈兆峰被邀请做大东亚共荣圈 就是帮大东亚做荣圈来办事 但是陈兆峰之前上后 就决定第二天立刻避难 走回家乡 即是离开香港 不肯做这一个帮日本人做事 后来陈兆峰就在广东大学里面 念土木工程系 到20岁才去到他父亲所主持的歌坛 他就担任这个音乐园 不久就转为学乐剧表演 即是说陈兆峰 一直到20岁才开始参与学习乐剧的东西 在1944年 陈兆峰就得到了《蓝花弹》《吴诗伊》的赞赏 在1946年 就开始在香港戏班 担任小生行当 当年他是以假保育一国成名 在1950年代 后来陈兆峰曾经跟随棋班 远赴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表演 在新加坡表演的时候 后来陈兆峰就认识了他的太太 梁瑞冰 而梁瑞冰本身也是一个名领 后来陈兆峰 后来他带着他的妹妹 陈兆峰 加入了粤剧 成为《花弹》 亦跟陈兆峰 陈兆峰合组过戏班 在1986年 陈兆峰退休 移居到美国的纽约 自从1992年 他就开始成为香港灵实基督教协会 做了很多慈善经费的筹务工作 在2006年 他就更加和广东省政协 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 广东电视台 南方电视台 主办广东省文化厅 和广州市文化局联合制作的 优秀粤剧粤曲艺术大观之陈兆峰特緝 在2006年 做了一个陈兆峰的特緝 一直到2021年 11月29日 陈兆峰 就在广州市的 红十字会医院 因病逝世 他就享年95岁 他是相当高兽的 由于陈兆峰在艺术上不断追求 他的表演善于掌握人物性格 陈兆峰的唱腔感情细致 亦成为了他丰腔的特色 陈兆峰的首半戏 相当多 举例 就是有山伯林宗 大莫英雄 黄大鱼公葬 赤木劝夫 胡义卖仔 人面桃花 琵琴 琵琶门巷 梁竹行史 红柔梦 红柔梦 说到陈兆峰有没有收徒弟 呢 陈兆峰对于收徒弟 这件事 是非常谨慎的 到他世世之前 他只是公开承认过 他收过郑少秋 即是抽官一个人做徒弟 这一个是他公开承认收过的徒弟 那郑少秋就认真有福了 可以跟陈兆峰做学习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陈兆峰的戏剧人生 和他的生平艺术 分享到这里 亦都完毕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 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这个 阿N与阿N频道 下一集 继续和大家分享 其他粤剧名领的生平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继续收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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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